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苏宁最近势头真不错 几场比赛我觉得打都很强势 而且我们讲道理看吧 刚才那场比赛 苏宁的几个人的个人能力表现都没有问题 对不对 把那样一个阵容打到了60分钟 然后一度也很有机会 还是关键局没有把握住吧 然后有一些该上该撤的时候还是要冷静一下 就该上的时候和该撤的时候 他们还是没有把握得特别好 并且你既然拿到了一个容错率低的阵容 就一定要降低队伍的失误 对不对 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果断这一点 其实我们经常看很多那种强队 包括我们从历史里面去找 包括之前S3 S4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有些队伍为什么强 他们抓到机会 我就是不吝啬自己的技能 比如说像刚才青岗影中路那一波 对 大招盖上去以后 闲选马上闪现根 其实那两波配合真的挺致命的 一波是青岗影跟黄子的配合失误 你说那一波如果把那儿抓死 那一波是什么 青岗影没有闪现 然后黄子直接上去闪现盖大 然后EQ他没有等E 然后直接Q了一下 直接Q了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呢 要不你就走 那一波杀纳尔也好 中路杀勒弗兰也好 只要有一次能做到的话 感觉就可以打穿一路了 对 但是他们这两波都错失了 那两波其实挺可惜的 还有一波就是中路被布隆大起来 附属什么附属什么 这被西野秒掉那一波也很伤 是的 不过不得不承认 西野最近状态真的好 他拿个勒弗兰 其实中路那一波是很关键的一波 因为是刚刚SNG打赢了一波团战 那是准备再来一波拿大龙的 结果他们先手开起来 朱美成功逃生 然后卡里斯塔被勒弗兰秒掉 OK 整个正面的团战崩盘了 所以真的是要 就这种低容错率的阵容 不能够犯这样的失误 真的不能犯这样的失误 他就是头发有点长了 眼睛都看不到了 该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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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第二场比赛已经是 宣传都在准备当中了 看一下第二场比赛会打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吧 其实第一场比赛来看的话 两边的实力 以目前两队各自状态来说 真的是无看 就看谁在场上的一些选择了 其实SNG只是对我们 不管是中路的Net 上一场比赛打了7万多的伤害 上单的狼行 他们的几个人的表现都是 相对于WE的三个C位是不逊色的 上一把Net打的真的好 对 我甚至觉得他的发挥 应该是跟西叶不相上下 甚至比西叶更强的 没错 他上一把的发挥非常到位 非常到位 然后狼行的话 虽然说有瑕疵 但是几波精彩的个人秀 也是让我们看得很过瘾 那两边的AD就不用说了 两边的AD都保持一个高的KDA 是进入到了比赛的后期 所以 就总的来说 两边真的是上一盘是各有闪光点 也各有各的失误 看一下 还是感觉就上一把显得有点年轻了 有点年轻了 起播 关键团也没有沟通 所以我们之前不是一直在说吗 说现在最合理的构成 是队伍里面一定要个老将 这里老的很老的老将 老将不能太多 老将不能太多 新人也不能太多 对 就是三代二 就三个新人两个老将 特别合理 就感觉在刚才那种情况 如果有一些比较有经验的老将 在队伍当中的话 他们就能够及时的支持一些事情 对 看一下第二局吧 青岡影赶紧扳掉 上一场比赛确实 狼心的青岡影表现非常的好 狼心还真的是 LPL为数不多这种 打单代 我觉得这样吧 他是国产商单里为数不多的 对 W这里是半了蛤蟆 青岡影 以及女警 宋尼这里的话 还是搬掉了加利奥 瑞兹放了出来 瑞兹放了出来 看一下W这里选不选 W这里是瑞兹还是朱妹 我觉得这两个二选一 我觉得是可以的 他们依然想要通过下路来构建阵容 今天感觉大舅的状态还不错 大舅的状态还不错 下路啊 你看又是威鲁斯 给我大舅的一个面子 拿到了上一把获得MVP的英雄 这把可能还要配个布隆 我觉得这里其实可以讲到布隆加朱妹的 对布隆强了 布隆加朱妹或者布隆加瑞兹应该都会给W造成一些压力的 反正布隆不能放 我觉得布隆加朱妹好一点 先拿福尔之毛 他们还是想打下路线上啊 福尔之毛这个英雄真的是容缩率蛮低的 你必须要对你的下路非常有信心 我觉得可以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觉得就是对于一支年轻的队伍来说 你千万不能怀疑自己 你不能服 你不能服 对不对 年轻的队伍要的就是冲击力 那布隆没了 布隆是送给W 这没办法 你要拿福尔之毛的话 就是布隆和朱妹 他不是可以拿布隆加朱妹 然后第三手再拿福尔之毛嘛 对不对 或者对吧 瑞兹也行 达瑞治理的话 反正拿得很舒服 很舒服 感觉苏宁这个BP也是 不管对方选啥 反正我选我想要的 是的 这确实很有自信 蛇女 蛇女去打瑞兹 其实严血也可以 牛头 我刚才就在想要不要先把牛头拿了 因为上一场里面是最后配了一个洛嘛 牛头在真的就是5v5团战里会更厉害 因为这一把他们的打野位补足了一个朱妹 那这样的话 这一把SNG应该是要考虑到打5v5的团战了 那这把的话中路能拿谁呢 中路我觉得W可以加班一手 可以加班一手 飞机我觉得 是我就知道你要说飞机 他有个这种很像 很像打团的 哇上一把其实如果是飞机的话 我觉得还要比炎雀好一点 就因为炎雀在中后期他的输出 就没有飞机灵活 我是觉得 你觉得吗 他没有飞机那么灵活 而且飞机的poke伤害 要真的是高很多 在后期的时候 看一下 这边怎么样去办 办了黄紫 这边办了炎雀 炎雀前中期比飞机更主动 但是飞机我觉得还是后期的输出 要比炎雀更稳定一些 更稳定一些 炎雀有的时候W技能跟E技能砸不到的话 就没什么输出的 是的 W这里 看要不要办飞机 苏天我觉得他们很像拿飞机 然后再上路counter的阵容 是的 或者说你拿一个发条 或者说你拿一个发条 沙皇 我倒觉得他们不会拿沙皇 我也觉得不会拿沙皇 沙皇太笨重了 现在沙皇其实 你真的放出来 想要拿的队伍也不多了 这边看苏尼怎么搭 如果搭配蛇女的话 还是跟炎炎 就是前中期 我没有后期的 没有后期 然后上路给狼行一个hunter位 这边要拿什么呢 打野位 打野跟上路 上路拿船长 那打野的话 要拿一个偏坦的打野了吧 这里的话 蝎子跟 蝎子被搬了 哦 蝎子被搬了 蝎子搬了 蝎子皇子全搬了 那就只有螳螂了 好像 扎克 对 他们一定要拿一个坦 这个阵容 你拿个螳螂的话 完全没前排了 拿一个扎克 还可以和布隆 形成一个 两人小前排 纳尔达船长 他们的支援能力很强 但是 WD这个阵容的话 他们的支援能力很强 而且在出击的抱团能力很强 如果船长到六以后 支援大招 配合 扎克和 瑞兹对你下路的进攻 是非常犀利的 看一下 这把 两边 希望能继续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上一场比赛 我觉得最近比赛里面 少有的对攻战 感觉苏尼这个队伍 真的是一致在成长 一致在成长 从去年到现在 可以说他们现在已经是 LPL 我觉得至少是中上游的队伍 是的 我还挺看好他们 一个是他们 一个是 方普拉斯 我觉得这赛季进步真的好大 对不对 确实 从战季上来说是这样 他们 而且他们最近的表现 我觉得是越来越好 这怎么能说进步呢 方普拉斯是个半新队 那你就想他们联赛前两轮 打到现在 是的 进步真的是 有的 这不是主要处理新领导 新领导 主要还是新领导 主要是新领导 还怪我我们舔新领导 新领导也不给我们什么好处 我没有舔他呀 我来贵他呀 其实我们主要是在黑他 其实现在来讲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另外两支队伍 像TOP和VG的话 现在两支队伍要继续的 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 土顾纳新了 找到自己的打法 找到自己的打法 为什么说进步呢 就是苏宁 方普拉斯他们现在有自己的打法 苏宁的打法是 苏宁是一支现在联赛里面 个人 就战队风格非常明显的一支队伍 对 哇 很帅气 像Night呀 包括这个阿斌 阿斌 这赛季我觉得成长 他们是LPL的新人 对 而且现在来讲的话 真的是LPL里面的新人 挑大梁了 真的挑大梁了 这赛季我觉得 你说最近阿斌 你说Night 你说牙膏 对吧 这赛季其实新人的双C 我觉得冒的特别多 是的 挺好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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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宁这个加油的妹子也是 很不容易 全军出击 看一下这把两边的开局 扎克跟朱梅 应该都是偏石草运营的打野 这把的话 前期我觉得截斗会打得比较慢 不会像上把那么的平反 看一下双方的天赋 都是比较正常 实际上来蛇女压得很凶 蛇女跟瑞兹下个版本 应该都是称霸王的 这波一级的对拼吸引 有点吃亏 但是蛇女没蓝了 对 蛇女的话就是一级 必须要把自己的蓝打空 才能压人 是的 没办法 瑞兹一级确实不够强 被蛇女吐得好难受 双生如脸 蛇女的话确实是为数不多这种比较适合这个及时符文的英雄 相位猛充 然后下个版本有一个有一个装备挺适合蛇女的 就他通过这个移动来加自己的这种 AP跟移速 装备忘了叫啥了 那个装备我看了一下 介绍应该是挺适合蛇女的 半眼四嘛 对 但是还没有实战比赛里面见过 期待一下吧 半眼四版本应该是一个挺不一样的版本 是的 知天使啊 这些装备 风猫 这把这把依然是一个风猫巨集 上把尝到甜头了 就 现在W也很明白啊 我们要打后期 哎呦 又是一个W扑到治疗逼了出来 直接逼双招啊 这个队线 蛇女选蛇女的优势就打出来了 所以我说Night这个名选手今天的发挥是真不错 真的不错 面对最近状态很火热的西亿啊 其实两把 真的是跟西亿打了个 而且这边 直接是Hacker做了一波朱妹的入侵 抓到了正在打野下 很关键 这个本来是野区大家都是对刷的局面 由于中路的一个强势啊 导致了野区的失衡 哦 现在中路也 中路也失衡了 你想想看 这一波回去以后 瑞兹是走上下 好难打呀 而且他第一波回家是什么 没有前处女神 对 而且他没办法换技能 这个是最伤的 这两片也全刷了 这样的话 苏妮在前期 终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领先 真的是巨大的领先 而且上路还要来搞事 957这里 三环打出来 猪妹的被动也打了 这里还好直接交了一个橘子加闪线 我感觉猪妹如果心狠一点 直接是猪头加闪的话 我感觉船长应该是没了 主要这个957这个橘子捏得很稳 橘子捏得很稳 这波被打出破冰的话 还是挺难受的 是的 Magic这边是过来做一下视野 看一下猪妹的动向 但是他现在是完全没有入心对方野区的念头 但你看又是一上来 苏妮取得到了场面上的绝对勇士 对 这就是苏妮的打法 我觉得没错 这个Q是预判Q 没有Q到 所以西野这边也是躲过了一波消耗 这边Magic也没办法 只能继续刷 下路好像有一点小的压制 你也确的东西你打打光 中文好像对瑞兹有想法你看 这里也是一个三包一 但是你不能这么 牛头也在没想到吧 这波西野有危险 W闪现Q 西野这边应该是没了 看能不能换一个 换不了 哇 这苏妮这个打法 这就是新队的招气 这打得太漂亮了吧 就是凶 这波三包一 这西野是万万没有想到 什么情况 四分钟 对面打野跟辅助怎么来了 而且讲道理 就是你说了中路失守以后 野区现在也 野区的平衡被打破了 被打破了 本来扎克跟猪妹都是井水不犯河水 大家对刷的局 这波过来还要把冰箱刷完 那这样的话 西野的瑞兹 出新的日子很难过 这把莫名其妙 这个猪妹开始食肉了 再配一个牛头 这边想W先打一波 那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几个点上的个人能力 都是很强的 对不对 就是至少相对于W来说 真的是不逊色 这把W感觉 跟上一把相较的话 这把的压力更大了 看下瑞兹 主要西野这个点的话 被压制了呀 西野这个点 本来也是一个待节度的点 这把可能又要前中期稳住了 是的 又要打后期了感觉 但是还是刚才说的那个点 就是你不能让自己 陷入到一个这样的怪圈里面 这个作为W的粉丝 就每一盘前20分钟 都在天台上 后期再试探性的下来看一下 试探性的看一下 确实包括上一把 这把前期又凉了呀感觉 前期有点凉 也不得不说 苏宁在对线期打的是真的不错 真的是 而且我们之前其实也是在说 对线期其实一直不是 WE的一个优势点 就他们那段最强的段时间 就康蒂957 还有西野那个时候 打上中也联动的时候 其实他们那段时间 前中期打得很好 然后也拿了春季赛的冠军 对吧 但是那时间过后感觉 他们确实前中期 一直有一点点问题 有点吓叫 看一下扎赫这边又被留了下来 这边先冰住 奈特这边扑一个毒吗 没有扑 这也是Q了一下 也没有机会了 没有机会了 扎赫这边还是比较难杀的 但是这里又是入侵啊 苏宁打的是真漂亮啊 他进攻性太强了 前期一旦有优势 就追着你咬 看蛇女这边又开始了 蛇女这一波技能释放 非常漂亮 就是追着你咬 你还真没办吗 嗨和这里也是可以再拿一个红 而且他们一直有联动 就是我这边猪妹入侵 蛇女过来帮一波 像刚才想抢红的时候 下路也游过来一波 红 哎呦 这个红龙也没了 讲道理上一场比赛 如果说不是小龙丢那么多的话 其实中期WE没那么好打 对 上一把的话 他们没有扣龙打 没扣龙 你说如果没那场 两条火龙 两条风龙的话 后期我觉得 也不好说 不好说 你首先一速快了呀 轻盈就可以更糟了 这里的话 火龙拿下来 苏尼在前8分钟的节奏 堪称完美 堪称完美 W现在想的就是 怎么能顺利的 度过到自己的强势期 他们的强势期 首先船长要刷起来 瑞兹得有两件套 维鲁斯的话 也得有自己的后续装备 还需要一段时间 需要一段时间 这把的话 又是一个抗压局 对W来讲 看一下苏尼 这一把能不能处理的 更好一些 对线7的话 反正苏尼现在是 占了一些便宜 一血加上 对线的小优势 领先1000块钱 但是苏尼 就是怎么说 上一场比赛 暴露出来同样的问题 就是拿到优势之后 怎么去滚雪球 主要是不能犯 那些小的错 他们上一把的话 就犯了一些 特别细微的错误 然后你聚合起来 就感觉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错误了 而且WE这样的 老牌强队的话 他们对于抓你 失误的能力 是非常强的 对面对WE这种 有耐心有经验的队伍 你是千万不能犯错的 是的 你犯几个小错误 被对方抓住 那个局面就立马不一样了 没错 但这但就是 我说的这个问题 就是Hacker这个人 拿到猪妹是真的很厉害 我对他这个猪妹 真的印象很深 他又来了 957这里怎么说 先减速一下 Hacker的技能都在手上 W也打一个减速 直接是逼出一个大招 橘子截一下 957对方的处理 没毛病 我觉得Hacker这一波 闪现上去 垂着一下是没有意义的 他可能以为队友也会跟 但是队友现在都 一个是小娜 一个是十万八千 力气派的一个蛇女 这一波的话 957真的是稳 上一把也是这样 957真的是 这两把练抗压来了 真的 三个人过来干 上一把也是 第一波跑掉了 见怪不怪 上一把已经是演习过了 三个人逃脱 应该具体怎么做 问题不大 好吧 这一把的话 继续给我们演练了一下 不过确实操作很细腻 他就是很冷静 反正 我什么时候该要什么技能 什么时候该要闪现 什么时候该吃橘子 不慌 绝对不慌 也让苏宁确实是 无功而返 这边西叶还想来打扰一下 Night的回家 但是 现在整个西叶 在中路的话 还是不能打得太冒进 是的 把视野倒是做得不错 带对方的F6 以及红Muff的草丛 做好了视野 再拖一会吧 Magic之力的话 也是过来帮助自己的上中 控制一下河道 现在整个W的地图的视野 部分的还不错 稍微稳住了一下前期 比较烈士的一个局面 没有让雪球滚大吧 至少 而在下路的话 好像还是个悟开的局 上把也是 基本上都这种组合在打 对 面也都很有经验了 其实我觉得SNG 如果下路场打得凶一点的话 为什么不选霞洛呢 对吧 可能Fury他比较偏爱 这个 浮游之毛吧 但是 就 霞洛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中后期 能力比浮游之毛要强 对 那倒是 而且浮游之毛现在什么 就是你能选到塔姆 他是一种浮游之毛 你选不到塔姆 他是另外一种浮游之毛 浮游之毛 反正最近比赛的胜率 而且 浮游之毛跟女警这两个英雄 就是比较像的地方 就是他们必须要 你围绕这个AD去打 你如果说下路不给照顾 或者说下路没打开局面的话 他跟女警都差不多 就是前期 如果说推不了塔 创造不了优势的话 就挺难受的 不是他们的节奏 他跟女警都是要前期 推他打节奏的 但是女警相较于 Fury他打节奏的 这波下路要包了 接着过来五人包下 五个人太恐怖了 一个Q也来Q到两个人 哎呦 梅鲁斯直接被秒了 这边布隆 还能扛一下吗 扎和带两个人在塔下 但是这边仇恨扛得很 很舒服 没有人能够换掉 金身 哎呀 太短了 一击的大招 西叶之灵 苗表也用了 这一波月塔打得好 太恐怖了吧 五个人的月塔 十一分钟半 这个其实是 大概两个月前那种比赛节奏 我觉得都是 一年前的这种打法了 感觉 好复古 好暴躁 突然的一波复古流 这W下路就 只能说苏尼这把的前期 比上一把 给到DARI的压力更大 是的 这个压力太大了 下路塔也没了 中路再死一次 双C直接阵亡 然后下一条再拿土龙 就 就还是一如既往的打得好 这可能就是他们拿复仇之毛的原因吧 这个月塔是真的不要命的 你看 也许这就是复仇之毛吧 你看你看 W 牛头打太漂亮了吧 牛头打太漂亮了 先W完了走进再Q 哎 你扛塔对不对 我吸回来 而且本来就有大招 这一把苏尼打的真的好 哎呀 这个真的是没办法 绑不掉王对吧 这边 打了我零换三 嗯 7的话苏尼也用了 苏尼也用了 真是后续没什么优势点了 如果说上一把对于W来说的话 是一个 普通难度的翻盘 那这把的话就是一个噩梦难度 这把在 这怎么着都是翻盘是吧 就这个副本难度不一样吧 这把的话翻盘几率肯定要比上一把要 小很多很多 这已经 刚十三分钟你就开始这么说了 你说这把怎么打吗 真的很难打 这把W前期是一个崩盘局 确实打非他们现在这种打法有点不健康 没把都靠翻盘的话 不能这么去 没把都靠翻盘 这不是长久之计啊 是 而且说实话上一场真的就是中期那一波 西叶过去把 Frain秒了 没那一波的话 还本来就是烈士 对不对 然后这一把呢 SNG就直接压制了瑞兹的发育 也是由于Night一上来 是一为一的情况下 打出了瑞兹的双招 然后马上就散了一波 现在拿土龙 这个苏宁总算了解到上一场比赛 自己后期打不过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这两条龙一拿心里就稳当了 稳当多了 哇 Night这边 哇 又毅力下 他这个相位猛充 只要打出来 瑞兹是很难受 很难受 就要被白白的再赌两下 这一把的话 苏宁已经是在前期 有一个巨大的领先了 就看他们怎么利用吧 然后就像刚才说的 减少失误其实就可以了 对 上把的话 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失误 减少失误这把的话 慢慢滚血球打 不过真的是你说的那一点 Night这个选手 值得各大修论部好好注意一下 要好好针对 我反正觉得这赛季的三个信任中单 都挺厉害的 都挺厉害的 都是以后LPL中单的排名 上个赛季就打了吧 他是上赛季打假季联赛呀 牙膏也好 Night也好 包括那个 阿兵的话 应该是这赛季刚打 他牙膏跟Night是 争战过假季联赛的 成长了 成长了 Magic这边也没事可做 他只能慢慢的 把自己的野区控制一下 刷刷野 这个时候是完全连塔下都守不了了 因为什么 牛头加附属之盲 这个真的是 你不管你什么时间段 你敢在塔下我就敢越你 他拿个下午先锋 那这个节奏就无敌起飞了 前夕的话 4-0的人头 然后2-0的塔 这把对于W来说特别艰难 Night的黑线也做出来 传长的三项有了 然后西叶这一把也没有起色 这把 你说其他几个点崩了的话 一般来说 W是比较指望西叶在中期能站出来 带一下节奏 但这把的话 西叶他本身也是被 那波三人月塔 再加上下路的一波支援给搞伤了 是 那波三人月塔太恐怖了 然后下路的话又是白交了自己的 应该是 苗表架 大招那一套 这样的话他两大杀手锏都没了 而且他现在什么 EV1对线 打不过这个射击 真的打不过 而船长的话 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发育 全场路换到上路了 这个时候16分钟 其实现在猪妹上路给点压力以后 可以把霞骨先锋拿下来 那整体的节奏苏宁就起飞了 现在还要带上路的塔 要连续再推第三个防御外塔 这边维鲁斯跟布隆也是早早来到线上 看猪妹这边已经开始帮助上路在入侵了 诶 扎克这边可能要被留一下 赶紧跑到塔下 现在在疯狂的拼对方的野区 苏宁这里还是想在野区找点机会的 蛇女赶后来了 这边直接一个QR甩到 但是蛇女第一时间给不到伤害 这一下有一点打得太奇怪了 因为布隆本身有闪现 他又能W队友 所以就是给压力吧 为了让上路把防御塔拿下来 对 反正我也不亏赏 我也不亏赏 也就丢个大招吧 对面也不亏赏 也就是被吓了一下 很可怕 这边再处立峡谷先锋了 这把嗨客节奏有点爆炸 峡谷先锋应该是苏宁可以拿下来 咱们这边肯定想要打吗 这枚猪没没大吗 但是这个时候来是送的呀 来是送的 现在正面团战士肯定接不了 现在福如之毛跟蛇女 感觉这两个人能打三四个 是的 这刚好是这两个英雄的强势期 而且这两个英雄在初期呢 又获得了很多的优势 蛇女13级 哇 中路压了两级 也压制了 这把奈特是火力全开 火力全开 打得漂亮 这把的方法点在哪呢 我们想一下 就是继续打到六十分钟 我觉得 就等到大家都神装 对吧 六神是真的能打 六神能打 但是招这个局面的话 难 苏妮说 苏妮他们的阵容 虽然后期也是一个手偏短的阵容 但是这把其实前期的优势实在太大 而且他们这把主要是把龙控住了 对 这把对于W来说是挺难翻 真的是噩梦的 这把的话塔也推得很快 W的话想要换塔都换不到 下一条水龙也是近在掌握 整个的地图的视野 W也是只能步到 扎克这边是出去找时间步了一轮 下路的话 957在这个位置 想要守塔 但是牛头已经是在后面放着个眼位 知道这边没人 哇 957直接要闪 他也很怕呀 他很怕 但其实这波闪现 他也是没视野的 闪现过来保了一下威鲁斯 很轻易 哦呦 直接被堵死了 伤害太高了 蛇女有点爆炸了 蛇女这边是双穿 福尔芝马也是文讯赶来 要推中路 下午先不招出来 这波甚至有可能上高地 没兵线了吧 如果说瑞兹跟扎克不回家的话 这边一位二 那感觉是可以打两个 是可以打两个 马上也变大了 这两个人还真搞不过那儿 这边扎克直接交易技能溜了 这边二连跳过来 给压力 上高地了 天哪 20分钟出头 苏宁直接要上W的高地 水晶还能拆吗 好像不能拆了 因为大舅的马上复活 这边还要来 这波可以撤了 已经是足够赚了 天哪 苏宁这个队伍真的是 出身就都不怕 20分钟直接下午先不上高地了 这边我们看一下大舅怎么死的 一个QR打到 W 哇 哎呦这伤害接近吃吧 就那一模一 哦主要这下Q到了 一点点的控制 对这下Q到了 这下Q到了 这下Q到了 就没办法 这把Net真的是有点猛 诶 这里想偷 这不是一个机会吗 是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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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宁这边没有想到 哇 W在逆境之中 找到了一个机会 说实话 W真的是有一万种 翻盘的小套路啊 哇 这把这一波也行 W偷掉了大龙 哎不管怎么说 至少苏宁没有把这个大龙拿下来 这对W来说都是急赚的 这一波特略选择非常nice 哇 老有条老有条 这一波好有经验啊 绕过了你可能不有视野的眼区 但也是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他这一下是变了摩托了 首先大家都加了钱对吧 对 另外的话我至少没给你拿 苏宁这边再拿一个大龙 哎这波957有危险 这边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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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拳打死了 队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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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不下来了 哇就感觉两个猛汉 然后把船长 把船长按到了墙上 一顿猛踩 说实话这一把SNG的节奏确实打得好 但是W1依然是那么的有韧性 汤不着很有经验啊 很有经验啊 这一波脱大龙苏宁是万万没有想到 苏宁正好是推完高地回家的一个timing 这里直接是W的一波开车打龙 这一波指挥很有灵性 而且他们这个阵容确实打龙也不快 嗯 现在慢慢拖吧 反正拖下去的话总有希望 就老样子了 苏宁这边三路边线稍微处理一下 这波没有大龙buff 确实很伤啊 这个时候如果有大龙的话 苏宁至少还能在这边逼一下团 现在 但其实他们现在处理完三路兵线以后 应该是直接去中路高地逼一团的 嗯 应该是这样 因为中路已经没有那个防御塔了吧 对 其实是可以去中路高地逼一波的 可以尝试一下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但他们好像现在想的是要再等一下 他们想再更新一下装备 然后等对方的大龙buff消失 蛇你的话 那 制天使 也是追击出来 三件套 下版本我觉得制天使也好 大面具也好 这些改动对于蛇女来说应该都是比较有力的 那可能蛇女的灯塔会变得更多 嗯 这英雄确实强的是真的很强 对线蛇女的这种细节啊压制真的是可以创造很大的可能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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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完这个冰线吧 处理完以后应该就可以了 就是 你看像这种情况可能就是一些年轻的队伍面临的一些问题 就本来现在是一个优势的局 但是它们就开始变得很稳很丑稳的地 Commission 就这个大龙没了之后 他们好像现在有点没事做 这里的话扎克有点不太冷静 这个时候带我去的话 这伤害也是弄不死的 杀不了杀不了 这珠美很弱的 上路兵线推了过来 总算给苏宁找到了一波机会 但是这边瑞兹跟维鲁斯也是早早落位 这波的话要打一个斯维斯的防守 大龙buff已经没有了 所以说兵线清起来比较容易 刚才一直是W有大龙buff 所以苏宁这里的兵线是带不过来 还是不好推 维鲁斯跟瑞兹守塔还是可以的 下边957 哎呦伤害高啊 这琳娜的话是两件套加一个黄叉 伤害确实有点恐怖 957还真打不过他 苏宁再回家再整理一下装备 补充一下眼石 感觉这把的话进入到优势以后 苏宁反而是很有耐心 但是在这种局面之下 其实是给WE很多的发育空间 船长也一直在发育 对不对 维鲁斯这边也是在发育 他们可能还是想等一波关键的团吧 看一下经济 经济都领先的蛮多的 对 中路领先上路 上路差不太多 中野吧 中野 这把还是苏宁的中野打得好 哎 看到一个瑞兹 老牛也是吓了一跳 西野也是不打白不打 反正我先把你打残再说 这边老牛也知道 对方后面可能有人 下一波火龙 下一波大龙 这两个关键资源点 苏宁教好好利用一下了 是的 而且下路的话 狼青一直在磨这边的防御塔 防御塔的血量也磨得差不多了 三连头 这大拆打有点快 上路过来 这没有到了吗 我这比死得太快了 还是不好推 对 他们是想在这边打团的吗 这一波应该就是给一点压力吧 我觉得他们还是想拿这个大龙加火龙 强行上的话 真的不好上 现在W的双C也是出具战斗力了 下路倒是那儿打开了一些局面 依旧船长一个人在这边守的话 是很难守住这个二塔 对 而且这把W也是没有给救期什么照顾 下路一直属于一个基本黑屏的状态 是的 然后狼行就在下路 没所欲为 然后再将这条火龙 看一下苏宁这一波的两个龙团怎么打 先把火龙秒了再说 这一波龙团打好的话 这把就基本有了 火龙一拿 然后大龙如果能够拿下来的话 W就很难阻止苏宁的进攻了 火龙再拿下来 两火一土 这个小龙属性也是挺舒服的 哇 下一条还有一条土龙 这把因为龙打得比较早 对 刷出了第五条元素龙 猪妹好像四五级的时候 我记得就跑去打龙去了 就这一把是典型的那种 哎呦 上一把这个小龙挺重要的 我不能再放任它了 所以这把的话将会有五条元素龙 这把W还有很难啊 猪妹 狂图 水影显得加一个鸟盾 宽铁秒表还没用呢 现在是SNG的两块秒表 还穿在怀里 要注意到苏宁这里打龙 是非常非常快的 是的 因为有土龙 还有两条火龙 现在 而且他们打龙 你还抢不了 他这个阵容打龙好快啊 稍微一个不注意 双C就直接给你打了 是的 海克这边也是做一下视野 现在苏宁一切的一切 都是为了这波大龙坛准备 而W的话 也要针对这波大龙团 做一下防守 这个大龙团如果轻易地丢掉 W的高地将会受到苏宁 很大的威胁 这里是拉了一下猪妹 但是能能打动这个猪妹吗 猪妹没有选择 会都就反打 对 因为看到对方两个前排 也是挺肉的 还算了 而且因为真的 正面四个人打起来的话 船长第一时间可以给大招 但是纳尔第一时间 是过不来的 那这边推塔 也让船长很头疼 中路给压力 这个时候 中路想把对方赶跑 给点压力 能不能上高呢 我们看一下 他的想法应该只是给压力 把视野先抢回来 还是得上 这边强行练一下奈德 是有双招的 这边练到了一个猪 练到了一个牛头带过来 布隆直接被秒 这一步要出大事了 狼行 这边是只推到一个扎克 扎克这边被定了一下 瑞兹 但是这一波双腿的伤害很给力 狼行已经倒地了 直接把SNG的全部人打残 这边还能开车 但是车偏了 没关系 这边司机留下来等他 哎呦 你看又是同样的情况 这一波W的双灯 打出了超高的伤害 对 这边狼行这一波 下来感觉没有起到 特别好的效果 狼行这一波下来 就拍了一个扎克 还没动死 对我本来以为 他这一波下来 应该是爆炸节奏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个局面好像 没有发生什么改变 这边想留西夜 西夜这一波还有闪现 看一下怎么说 打出一个猪妹的被动 留了一下 但是没有人跟上 蛇女已经是赶过来 现在蛇女有闪 说实话这一波是 怎么正面就全残血了 这边扎克跳了一下 扎瑞被留下来 交出自己的闪现 又练了一下 这里老牛丢一下 三个人完了 这一波蛇女伤害爆炸 直接秒到了西夜 麦吉克也要倒地了 卡丽斯塔被换掉 957被逼了一下 但这时候还没人能 没人能管这个957 猪妹为什么 猪妹去打那个扎克的被动去了 猪妹也没有把自己的被动 哇这个味道好熟悉啊 二换二 这波的话其实如果 第一时间猪妹过来 给一个E的话 因为刚957身上 那个被动已经叠满了 是的 好像能换到救武器 来 他对扎克好像更有兴趣一些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味道我很熟悉 很熟悉吗 很熟悉 不好说这把 这边想要留布隆 这两个连人能力很强啊 跑不掉了 跑不掉了 就这把什么 和上一把有点像 而且这把是 初期爆炸优势 然后我们找他们团了一波 最后大家打了个三换三 这波大龙要没了 这个味道就不熟悉了 这波布隆不应该啊 过来好像做事业还是干嘛 直接被秒了 应该做事业 没发现 这三个人打大龙 很轻松就感觉 很轻松 然后老牛Q起来三个人 对 然后瑞斯直接被秒 所以这一波第一轮抢老牛 是很关键的 苏尼他们是有点瘫了 他们想扎克也收掉 你看 这一波扎克 首先这个先手过来 被Fury闪现躲了 然后老牛Q三个 扔你过来 孤独 你看他以为这个船长逼死了 他也没过来 还在那边守着那个小僵 主要是 朱卫 你没有技能 打那个小组织 巨漫无比 你只能一个一个打 但是这一波很强势 大龙拿下来了 现在继续推荐 中路没有高级塔的水晶 现在经济的话 已经拉开到了8000左右 这把应该是个三七开的局了 你觉得呢 难道你觉得28 反正现在苏尼优势确实很大 比上把苏尼处理得要小心很多 火炮甲绿叉 狼心这个小娜 我看苏尔输出堪米维恩啊 这个小维恩 他当做维恩去打的 这个真的像维恩的出装 这个船长现在不敢和这个纳尔一为一 对 他这个纳尔这个出装完全是为了一为一考虑的 对 你不管谁面对这种纳尔的出装 你一为一都难打 都难打 这纳尔丧心闭狂的出装 这边有达了MUFF 二塔尔肯定守不住了 这波想想连破上中两路高地啊感觉 苏尼 嗯 下路纳尔一直牵制着这边的船长 上路高地应该上不去吧 这波拿大龙MUFF 还是要尝试一下的 看呀 苏尼这边选择上哪一路高地 不维鲁斯学生配合瑞瑟的首塔 还是有点有点威胁的 对 纵使就有大龙MUFF 神姐这个 出了个杀人书 刚才没注意到 是的 现在杀人书已经十层了 他最后一件要出什么 包子版应该是 狼行这里下路继续带 下路塔的血量 哦 还行 就这边的首塔 也必要 手上那儿变大了 这变大了以后就不好 像你偷偷点塔了 对 而且同样的问题就是 这个阵容依然是个短手阵容 手比较短 一个阵容前期强 对线强 必然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就是上高地比较弱 是的 有大了吗 我觉得上不去啊 一分多钟了 只剩下 我觉得还是中路 直接就凹过去算了 对 应该是中路上去打一波团 他们想破两路感觉 他们想把上路这个塔也推了 但是现在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是的 上路看能不能利用这个人数 又是哪一波 这波好像有了 有了有了 朱美跟老牛顶在前面 扎和这边怼了一下朱美 他直接就跑了 纳尔也在下路 同时破塔 那这样的话可能是两路到三路的节奏 三路三路三路 这样的话两路高地防御塔破掉了 两路已经被破了 纳尔也是变大 这边定了一下 是谁 哎呀打伤了 这边打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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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直接把麦尔也打死了 这边又吸回来一个老牛 老牛还没倒 这边是一个金珠 金珠稍微扛一下 下路 中路的水晶 三路要被破了 这已经从噩梦难度升级到史诗难度了 看下这一波 Messic这边还在换FU的血量 党型赶了过来 减速到 这里面 Messic 哎呦这死得太快了吧 这个纳尔配合队友的数字 直接把对方的下路直接点死了 西野这边开始精神 往自己的拳水里面好 但是被Night拦截在拳水外 那这一场比赛应该结束了 苏宁 苏宁Gaming这一把 其实打得非常的漂亮 这个到最后是很细腻的赢下的比赛 看得出来SNG是不想再被翻盘了 这样比赛也是成功的拿下 最终现在和WE战成了一个1比1平 我觉得这个1比1的比赛 也是印证了我们一开始 赛前对于两支队伍的一个预测吧 客观的来说 客观的来说 目前这实力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而且苏宁这一把 他们做的最好的 真的就是保持了自己的打法 然后进而在一些细节上面 没有犯错 流畅的进攻 对 让自己的雪球顺利的滚大 包括Net跟这个Hacker两个选手 在中野上面 我觉得对WE形成了这个压制 然后顺利的滚大了雪球 是的 这把确实苏宁打的是没毛病 这把的话 但说实话还是那个感觉 就是WE总是能够在中期的时候 找到一些机会 但是这把我觉得问题就是在于 初期的坑太大了 太深了 自己已经填不满这个坑了 现在WE让我想到了有一段时间就是 那时候非常依赖康帝在后期的一些抢龙打翻盘 这个感觉是回到了去年春季赛的节奏 应该是2016年的时候 去年 前年吗 对 因为去年春季赛 WE那个时候节奏非常好 抢龙是那个在金武体育馆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回到了那段时期 差不多 这个每次想利用翻盘跟那个后期来打的话 确实 这是不健康的 这好像第一场比赛赢了以后我就一直在说这个问题 就不能总去让自己陷入到这样一个怪圈里面 你陷进去了很有可能走不出来 所以一定要稳住 一定要稳住 真的是一定要稳住 就是包括你在中间期打的还是要主动一些的 这一把你看苏宁就是把自己的初期的主动完全打了出来 或者还是要在BP上面找到一些这种对线强势的 就是信任自己对有自信的那种打法 我觉得他们现在这种BP也好 他们的这种策略也好 就是放弃了 稳住打后期 放弃了在中前期的一些强势 然后很注重在后期的一些东西 那这场比赛的话 MVP我觉得还是要给到Hacker 我觉得问题应该是不大的 Hacker Hacker这个初妹 我是对他这个初妹印象真的很深 而且Hacker没有阵亡 到最后都没有阵亡 他跟蛇女这把是硬开瑞 硬开瑞 这把中也是直接打出的效果 真的是挺漂亮的 下一把我觉得达瑞还有一个点就是Hacker这个初妹 你要么就把它绊掉 要么自己拿 要么自己拿 Hacker这个选手我用到初妹 我发现你对初妹这个英雄啊 就很有好感 我主要解释了两次Hacker的这个比赛 我对他这个初妹印象很深 然后这把的话 确实这个Night的蛇女在中路 也是配合队友压制了西野 西野那波被塔下三包一之后 然后在下路又死掉一次 那波下路应该是不五包三吧 五包三 那波死掉之后 五包四 所有扎克跑了吧 W就真的很难有机会了 是的 那这场比赛呢 SNG是打出了他们非常流畅的进攻节奏 然后WE并没有能够再次展现翻盘的 翻盘的这样一个奇迹 那就期待下一局吧 看一下MVP果然是给到了珠妹 Hacker 打得很漂亮 我想统计一下他这个MVP五把 MVP几把是珠妹的 就我解说的就有三把了 他这个珠妹 解说了三把珠妹全MVP 另外两把也是珠妹 另外两把我是记不起来了 确实打得很漂亮 就节奏领向 而且他珠妹是很清楚地知道自己 什么时候能打 什么时候不能打 所以他最后的KDA是一个4010 对 很恐怖 很恐怖 要么W下把可能在BP上面 就拿一些这种线上稍微好打一点的 但是线上好打一点的 他们就说实话 大舅子的对线 他比较像是 我在对线期要发育 然后发育起来之后 去打团 团战里面输出能力很强的一个AD 对 他不是一个强调 特别强调对线的AD 虽然说之前有一个版本 他和Ben的下路组合是打得很凶的 你应该记得吧 对 应该就是去年的时候 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 对吧 你看最近一段时间里面 其实W的下路很少拿那种对拼很凶的英雄 对 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够再现当年这个下路对线的雄风 还是前期节奏W有点太差了 太差了 前期节奏的话 下把看能不能调整一下 下一把调整还是要在拿英雄方面 我觉得要拿一些前期主动的 其实你前期拿被动的英雄的话 你就很难打 很难有前期节奏出来 对不对 所以说这边又期待他下一场 那不出意外的话 SNG应该会选择一个蓝色方 对吧 他们现在已经是占据了一个主动 而且现在从气势上来说 SNG第二场比赛赢的 第一场比赛是W一个翻盘 艰难战胜了 艰难60分钟 然后才赢的 然后第二场比赛的话 我们看到是30多分钟 就直接是退掉三路 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所以现在从气场来说 他SNG可能是占一些优势 对主要第二把赢了 第二把赢的话 对第三把的这个气势影响还是蛮重要的 是的 我们这边得到消息 苏宁是在第三场比赛里面 选择了主动在蓝色方 来迎战红色方的W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会儿回来看双方的决胜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